记者蔡淑院台中报道,37岁的刘小姐从小爱吃,长大后体重破百,一餐甚至可以吃下10个便当。 20岁发现罹患第二型糖尿病,怀孕10因子,边前症早产,产后一天注射4次胰岛素,服用三高用药10多颗,仍难以控制血糖。 去年接受减虫手术素胃,不但成功减重20公斤,用药减少,血糖也恢复正常。 中山副医内分泌剂新陈代谢科主任杨怡天经在世界糖尿病日活动指出,男女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相同,但是糖尿病对女性影响更大,不但容易罹患妊娠糖尿病和并发症。 父女停经后也教育离糖尿病,一旦控制不佳,不但面临洗肾,视网膜或没烧神经病变,还会因心血管病变死亡。 提醒预早诊断治疗,控制预好,甚至可以不用药。 刘小姐国小六年级就有六十几公斤,长大胖到110公斤,病态性肥胖,罹患糖尿病一直控制不稳。 饭前空腹血糖高达200-300mgdl,正常值80-130mgdl,一天要十打四次胰岛素针剂。 吃上高血糖、高血压和高血脂药物十多颗,人血糖不稳定。 刘小姐承其控糖不佳,即使服药,控制饮食,调整作息也难以稳定。 她说,为了陪女儿成长,也为自己健康。去年五月接受胃缩小手术,切除三分之二的胃,适量大减。 从每餐一,五个便当,餐餐寒。 糖饮料人吃不饱,现在吃一碗饭就饱了,体重持续减轻中,而且控制血糖的药物减半,就能控糖文文。 整个人都变轻松了,精神也变好,也呼吁民众及早预防,筛减,治疗。 杨怡天指出,台湾15岁以上男性有51%有过重级肥胖问题,女性有37%。 糖尿病和病肥胖问题更有半数以上,提醒要从健康生活来预防。 天天五蔬果加上饮食少油盐糖,每天至少10至15分钟的运动。 如果糖有精药物及改变生活作息仍难以控制血糖,可评估做减重手术,有半数可改善。